大家好我是Guy 今天要帶大家介紹 全世界最有名的十座健身房 其中兩座 那我現在目前人位在 墨山基西岸的POWERHOUSE 你知道為什麼今天選握推宇座開場嗎?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邊有兩位創辦人 一位叫做 跟Fave Francis 那其中呢 Fave Francis就是在1981年到1990年 非常有名的女大力士 她的握推可以推140公斤 所以呢 我就選擇這個握推椅跟她的刺激 這個鑄鐵槓片一片就45磅 真的硬派 Fave Francis Yeah 她這邊還有提供腰帶耶 不用了 不用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裡面沒有賣普京 平常在健身房 很難有機會用機械做腿厚 今天 來POWERHOUSE補一下 哇 這鞋子很猛的出來啊 這邊除了很多機械式的訓練器材以外 還有像這種 復手訓練區 以及我剛在那邊看到很多自由重量的部分 他們這邊都非常的完整 因為一般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翻中文或負重幹嘛的 其實會比較符合自由重量的訓練 因為一般我們翻中文 它不會是固定的軌跡嘛 它一定會東晃西晃啊 那就像自由重量一樣 需要很多機群的協同跟結抗 去穩定這個重量 機械式的它的好處就是 它非常的穩定非常的安全 它可以幫你固定好重訓的軌跡 前面可以先練自由重量大重量 那後面你可能練到沒力了 你想要力竭再去補一些訓練量 你就可以加入機械式的 我覺得這樣是一個很好的訓練方式 這可以這樣調整耶 今天難得可以跟 WNBF Pro Sebastian 一起在這邊 那一定要來跟他交流一下 很多人常會問說 我如果練二頭 我應該把什麼動作擺在第一個 什麼動作放在第二個 又或者是 我在訓練二頭彎曲的時候 哪一個角度感受度最好 那這邊呢 其實我們的想法都是 這個沒有一定 這個完全因人而異 言教不如聲教 好 那我們就直接從二頭肌訓練 開始為大家示範一下 OK 所以 我常常用肩膀的 我常用肩膀的 每種種類型的 因為 去訓練肩膀的 你必須把肩膀的 肩膀的 那是一種主要的 肩膀的 我會用肩膀的 肩膀的 我會選擇 這是一個一種的肩膀 不是太重 就是這一點 可以助我 增加肩膀的 測試 也要安排 皮膚的 然後 這就好了 所以我可以展示 我可以展示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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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呢 Cybustion是跟我分享說 因為他平常做的訓練 像這種小肌群啊 他都是12下到15下為主 所以他的暖身組就不會做到非常多組 不會像我們建立啊 平常暖身可能暖到正式組的重量 前面會1 2 3 4組 5組再到正式組 像這種高次數的 他的暖身組就比較少 有時候甚至一組而已 小肌群的部分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開始正式組的訓練 12到15下 就是這個WNBF4 最常使用的次數 Hey guys Yeah! Lightweight! Yeah baby! This is too easy! Too easy! Too easy, right? Yeah man 好吃! 我們的肩膀也是一個很多人會問的問題 什麼角度才是最好的角度 飛鳥 那我可以跟大家說呢 其實沒有真的最好的角度啦 只有比較適合你的角度 所以這個角度呢 因人而異 每個人都要花很長的時間 去抓最好的感受度 今天呢 我會跟Sebastian一起示範 就是我們兩個人的飛鳥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什麼樣的不同 可以示範給阿典 OK 所以我會做的 是 我會向前往 因為我會向前往 然後因為 因為我會向前往 會向前往 向前往 向前往 我向前往 我基本上伸到腿部 我基本上伸到腿部 因为你会用腿部的腿部 我会用腿部的腿部 我会用腿部的肩膀 你的腿部 你不太高的肩膀 不太高 我认为一种肩膀的转称是好 但如果你太高 你会伸到腿部的肩膀 那我自己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技巧 那像Sebastian刚刚有记得 他的身体会稍微前傾一点 然后会让这个三脚肌中速在朝上 所以他在飞的时候感受度会比较好 会比较吃到这个位置 但如果你会觉得飞的时候会前后晃 一开始你可以先 像我会很喜欢用Bench 就是卡住我的膝盖 对 我认为那是很好的提示 它可以帮助我保持平衡 所以我可以很稳定的前行 然后去做飞鸟这个动作 可以很稳定的去飞 你会看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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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认为他提示 然后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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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试看看重量这样低一点 然后坐着去练 坐着练飞鸟 你也比较不会有前后晃的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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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找到你最适合你的动作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 我现在来到第二间非常有名的健身房 Goldest Dream Goldest Dream在全世界都非常非常的有 但是唯独这一间 在威尼斯海滩的Goldest Dream 可以说是真正的健身圣地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早期呢 阿诺Swashinger就是在这一间 这一间哦 健身房训练的 充斥的那个阿诺的味道 阿诺的味道 阿诺的味道 I will be back 之间 难道 他什么 拥打 我 我 对 我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刚刚这样绕了一圈 然后看到什么就练什么 那我发现啊 这间Goldest Dream 我是指这一间呢 不是所有的Goldest Dream 因为我也只来过这一间而已 他们的器材呢 比较有一点年代的感觉 就感觉比较旧 Old School的感觉 但是我刚发现在这边练的啊 好多那种就是很像雕像一样的 那种肌肉足距 超级巨的状案 都在这一间练 也有很多人在这边练的建立 但我觉得健美在这里还是比较甚熟 我刚刚这样看啊 大家的体型 基本上都还是以健美为主 像是这一间啊 阿诺史瓦辛格 然后上一间Powerhouse 那个Dave Francis 跟Dave Fischer 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人 而且没想到我竟然还就是遇到Dave 还跟他合照了一张照片 这一间Goldest Dream跟我找上去的Powerhouse 虽然都在就是全球十大有名的健身房里面 但是讲真的我觉得器材相较起来的话 台湾也不舒服 台湾的器材也没有比较不好 有些都还比这两间健身房好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这边 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今天赶紧我们下次见 拜拜